Hello 歡迎大家來到 Free Singing 我是Ten Sir 今天會和大家做個歌手分析 關於林家謙 她是在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的 第四十一屆做一個開場表演 她和Serrini 今天想集中多一點說林家謙 因為前陣子看到新聞說 有些爭議性說 林家謙覺得她在頒獎禮的表現 是很強差人意,很像念經一樣 事實是否真的這樣 今天想和大家做一個專業的歌唱老師的分析 看看從唱歌的角度來講 唱歌的表現是否真的那麼差 我們今天就來看看金像獎頒獎禮的整個演出 我們從中會說幾件事 首先第一是說她的音準是怎樣 唱歌時的音準是怎樣 第二是她的用聲整件事表達的能力 整件事的表達是否真的那麼差 還是可以呢 這是第二個能力就是用聲 第三是整個整體上整個表現上的能力的傳遞 就這三件事我們去講一講究竟林家謙的表現是怎樣 我們今天不會去講她的跳舞那部分 因為我們主要是專注於唱歌 跳舞那部分我覺得她本身也不是跳舞的人 所以我覺得選擇她的跳舞跳得很差 我覺得都不是很公穩的 我們一起看看是否真的好像媒體或網友說得那麼差 我們從一個唱歌老師的角度去講一下 我們去片段時不宜遲 片段有點長 我們會在中途停下來再講一講 我們一起去看看片段 文字幕下單 李偉itude 三桌 ちょっと放上了一個醉 冰昨朵方 lease早分敗 今天敵你像那當初的我 他朝對錯變還 undergraduate 不難支給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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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